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带着一座车 有人为我心疼 居然能够清晨 一直不停聊到黄昏 我们两个人的默契纷纷 忽然发现你对我 好像有一点认真 我不管要打开你的心门 我的猫出院 骄傲的眼神 却总是在我身边又不离分 这样的缘分 潜水到今生 命中注定原来真的有可能 我的猫出院 骄傲的眼神 却总是在我身边又不离分 别再假装 请给我一问 乖乖听话 我最爱的猫出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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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阅 你 arrum 你 你醒了呀 对呀你今天还主动送上门来啦 叫什么名字啊 苏 晓何 进去吧 下一个 叫什么名字啊 苏晓何 进去吧 人家爱的 少将军 这刚过完小暑 您穿这身胡毛 不热吗 莫家创立了近百家钱庄 乃着天离国 这个女人居然送上门来 怎么让她心甘情愿地解除契约呢 莫府不是想进就能进的 必须严格地选拔 莫府上上下下 一百零八个差事 这差事 简直是为本姑娘专属设定 开义渠堂这么多年 别的不会 照顾宠物 那可是不在话下 再说 这么冷门的差事 肯定没人瞧得上 这莫家应该可以和您去吧 看狗官挺合适的 我那猴都能训得服服帖帖的 小女子想进莫府 照看于夫人的爱犬 到你了 女人 我叫苏小和 大家都叫我小薄荷 我的理想差事是看狗官 你去哪 我在青山镇开了家小店 叫义渠堂 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动物 我的爱好 说白了 就是卖花鸟鱼虫的呗 苏小和 以你的资历 做看狗官一职 真是太委屈你了 你看 东苑的第一侍女一职 怎么样 只要你愿意 今日便可入府 可是我想看狗 你会扫地吗 你会倒茶吗 真是多才多艺啊 你这样的人才去当看狗官 真是太浪费了 你完全符合 东苑第一侍女的要求啊 可是我没有这个经验啊 你看看 你看看 多么地谦虚 我们莫府需要的就是这样 得意双心的人才 这东苑第一侍女啊 每日只需工作两个时辰 月放一百两 全年啊 有一百天的待月银假期 一百天 你这样就能专心找客人了 这样就能专心找客人了 行吧 本王子果然优秀 这莫府真是太大了 怎么找线索呢 罗峰哥哥没搞错吧 这是给侍女的房间 正是 这哪是侍女的房间 这简直是公主的闺房 喜欢吗 怎么又是你 我之前刚逃出狼坑 又入虎穴 我虽然逃婚了 但这也不能全怪我 我也是被陷害的 我也是受害者 这个女人接连逃跑两次 我得向她别的手动 我也将我最喜欢的礼物 送给了她 这个女人一定会乖乖听我的话 本王子果然优秀 这么快就参透了人性 掌握了人类世界的规则 干什么 让我陪你打弹珠啊 只要你在这个契约上签字 只要你在这个契约上签字 这些宝贝 全部都是你一度 宝贝 怪不多刚刚面世这么顺 果然是个陷阱 还想让我在这鬼话服上签字 当我傻呀 万一这是一份卖身器呢 怎么啦 还不满意 你这个女人真的是贪得无厌 你别过来啊 龙仔 龙 龙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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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仔你在哪儿呢 本王子怎么可能在一个四角蛇上 栽三次 而且我料到你会用这种 所以呢 就让你换了衣服 可恶 我 到底牵不牵 我 完了 这个该死的情人 我堂堂玉零星猫王子 居然要毁在这个女子手上 少将军呢 陆冯 把你的脏手拿开 我告诉你啊 你虽然是头等侍女 但是除了少将军 谁都不许在东远营吗 听见没有 陆冯你放我下来啊 少将军衣服怎么落下来啊 少将军衣服怎么落下来啊 他去哪儿了 我那天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 你自己不许在那儿呢 你是不是 我没找我 员 我没想到不听她 我费了九牛二骨之力 才来到京城 进入莫府 怎么能半点哥哥的消息 都打听不到 便落后二桃 红树不就是一只猫吗 就算是个妖怪 也只是一个小猫妖 我拍他干吗 我才不是猫妖呢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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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半夜的 在书上干吗 像吓死人啊你 你说我 你自己不也坐在墙头吗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不对 什么猫 今天我就让你见识一下 本王子真正的实力 你就不能飞慢点吗 刚才那只是跳 又不是飞 还有你别吐在我的猫舍里面啊 这 是哪儿 这里呢 是我的秘密基地 你们猫妖的爱好真是奇特啊 我警告你最后一遍啊 我不是猫妖 那是什么 我的家在那里 我自己在海会儿 یک我 你贴 的 你会有什么 不 钱 你能拿我怎么样 完了 忘了该死的契约了 主仆契约第一条 主人受外伤 冒灰头部受到伤害 你还想占我便宜 还想占我便宜 别以为你变成猫了 看吧 你看吧 这种便宜还能 终于搞定那只臭猫了 不过听说东西苑一向势不了力 我身为东苑的丫鬟 怎么去西苑呢 我才不去那鬼地方打扫呢 说好上次我去这次轮到你的 你怎么说话不算话 若是被与夫人知道 你不好好打扫的话 又改板子了 反正我不去 那珍宝阁气那么重 听说那小匠人 就是在珍宝阁市的踪戟 小匠人 难道是哥哥 想想我就渗得慌 反正我不去 我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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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这样啊 我不去 干什么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对不起 你瞎了吧 冬月那臭丫头 你找事啊你 要不 你把你衣服脱下来 我给你洗 就当赔罪了 对不起姐姐 我们让他去打扫珍宝阁 你懂不懂规矩 洗个衣服在这儿就算了 给我去把珍宝阁打扫了 不然的话 我就去郭沫沫那儿告你的状 行行行 我这就去 这就去 走吧 跟我去换衣服 让那个臭丫头站那儿多等会 好 真有你的 这小家伙定是发现我是生女 对我起了敌意 不行 得让他安静下来 你对袁宝做了什么 这不愿我 他自己就躺下来了 我刚刚听到了元宝的犬肺声 元宝只和对生人叫唤 你到底是谁 我是冬院的侍女 是夕院的姐姐 叫我来帮忙打扫的 大胆 竟敢与二少爷对视 二少爷是在试探我 有没有说谎 我问心无愧 为何要闪躲 你 他确实也没有说谎 还愣着干什么 把元宝送去看大夫 是 二少爷 等等 元宝 这是有喜的 元宝最亲爱吃什么 元宝近来爱吃 猪肝内脏之类的食物 那就对了 这母狗怀孕之后 若吃太多动物内脏 易躁动不安 元宝并无大碍 对不起 二少爷 是青云照看不中 元宝现在最需要的 就是喝水 回去给他打水去 先让这小丫头给溜了 小的现在就去抓她回来 不用了 还是会再见的 这个丫鬟还挺有趣 是 这大白天哪 此地竟然如此阴森 难道 难道 难道是哥哥 这是哥哥的手铐 这是哥哥的手铐 你这个油啊 什么东西这么臭 这可是狗毛 不好意思 本王子根本不怕狗 那个头铐头 今天没招了吧 我的宠物到哪去了 你 到你想干嘛 我想干嘛 笔子 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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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不会在这种 鬼东西上签字呢 手 不要拿手这么指本王的名乎 现在呢 站在你面前的就是 最英俊潇洒 绝世无双 欲离新王子 姑姑礼 这是我的 姑姑 礼 我 不管你什么名讳 反正我是不会在这种 条约上签字的 谁知道会有什么音呢 阴谋 那天在树林 要不是你敬于本王的美色 主动献吻 所以才害得我们两个千鸣 这种主仆契约 害得本王子一天 只有一半的时间能维持人行 你凹什么 那 你的意思 我就是你主人啊 手里握着这家伙的把柄 他还不认由我拿捏 再说 有一个首富大少爷当仆人 且此人还是少将军 说不定能帮我找到哥哥 喂 你想什么呢 我在想啊 行 不用理想 请就行 你竟然敢系弄我 你竟然敢系弄我 如果真像你所说 缔结了契约 毁约哪有那么容易啊 再说了 谁知道签订了主仆契约之后 会不会有什么副作 你 你 你敢这样对你主人 你 主人 我今天让你看一下 谁才是真正的主人 怎么回事 不是亲一下就变猫了吗 你们人类就这么喜欢嘴对嘴的吗 你们人类就这么喜欢嘴对嘴的吗 完了 完了 直接刚被他把脸都拧变形了 这又落到他的手里 我们人类啊 就喜欢这样 喂 女人 你要干嘛 你这只臭猫 成天为非作胆 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 主人我的厉害 你到底要干嘛 我不要洗澡啊 你疯了 我不会帮过你的 这该死的契约 这该死的契约 什么时候能解除啊 本王子果然 又行 你完了女人 你怎么回事 怎么了 这个女人不但撕毁了我的血液 还逼着我洗澡 还轻视本王子完美的肉体 真是太可恶了 太可恶了 莫羞人 你不仅耍流氓 还是个暴露狂 这太可恶了 还要干嘛 正在用 我是你 得赶紧研究哥哥的手稿 找到哥哥 立刻回家 我 你看 我 尚有一猫状纹 趋尽其妙 红魂珠色泽鲜红 如绽放的婴塑 尚有一锦礼纹 栩栩如生 白魂珠金银剔透 似挨挨白雪 一尘不忍 魂珠终有一犬废致 黄魂珠灿烂明媚 似明月皎洁无瑕 魂珠尚有一凤蝶 翩翩其舞 哥哥 为什么要找魂珠啊 难道是想改行当抓妖师 一碰到这魂珠就变形了 难道是我 将这蓝魂珠中的猫要放出来了 十年前夏至 恒星不见 夜中星陨如雨 天有大声如雷 火光赫然照天 地中有一窍如碑打 极深 夏世之 星在其中 盈盈燃 两久见息 上至不可惊 我都知道 我的家在那里 难道 那只丑猫说的是真的 那谁绑架了哥哥 哥哥又为什么要找魂珠啊 看来我继续待在莫府里 才能查明真相 找到哥哥 洛峰 这就是你练的兵 少将军 这是切磋还是发泄啊 继续上呗 总算把这个恶气给出了 本王子果然优秀 今儿操练 马步出拳 预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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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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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那样 这比起咱们玉璃星的花与鹿 差太远了 十年前 猫后为了保护玉璃星 和疏忽同归欲尽 我一直在找你的下落 你去哪儿了 之前的事情就不要再说了 我现在只想快点回到玉璃星 好 王子弟弟 是在为如何解除主铺契约头疼吗 你怎么知道姐 我有经验啊 我见过那个带着蓝魂桌的小姑娘 说起来啊 她还挺可爱的 不过有你这么不听话的仆人 她这个主人啊 一定是很伤脑筋 这是本王子贸身唯一的污点 姐 你有什么办法可以解除契约啊 解除契约啊 在神器上签字画押 没有别的其他方法了吗 怎么 契约被小薄荷给撕了呀 还真没想到 这小姑娘还挺有个性的 姐 你到底站哪边啊 别的方法吧 也不是没有 就是吧 有一点难 难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事情 可以难倒本王子 那王子弟弟 交去试试真爱之吻吧 这又何难 本王子还没展现真正的魅力 就已经和她吻了三回了 只要我略识巧技 这真爱之吻 岂不是手到前来 错 重点不是吻 是真爱 真爱 要跟这么个女人相爱 才能解除契约 对 我的天哪 都退了吧 不想吃 没胃口 是 慢 少将军 您可是因小薄荷的事而感到烦恼 好 少将军 您虽然带兵打仗 无人能抵 是 但是在这男女之事上 却缺少经验 一定有很多的问题 洛峰 已为您排忧解难 这花色呀 真是太适合你了 常来啊 谢谢 谢谢 两位姑娘 选点什么 老板娘 这是我们少将军要的东西 这些呀 我们早就准备好了 不过呢 我们布行倒是有一个活动 只要回答几个问题 买皮毛便有赠品 赠品 老板娘 我想要那对猫耳朵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 稍等啊 来 第一题 最想看到的美景 第二题 最想吃到的美食 第三题 最期待的浪漫运会 这题面好生奇怪 再过几日 不是七巧节了吗 这些呀 是我们布行 为七巧节搞活动 专门准备的试题 少将军 咱们军营的男子 各个都年轻气盛 您更是英俊潇洒 但是这心急啊 吃不了热豆腐 这姑娘家 心思缜密 百一转千回 难以揣摩 您若是不得法 反而会事倍功半啊 两位姑娘慢走啊 我保证啊 你们的货明天就到莫府 辛苦老板娘了 不客气 小梁 你先回去吧 我还有些事儿 好啊 老板娘 姑娘来了 看看 好 说重点 这追姑娘 其实就跟捕猎一样 需要投棋所好 设好陷阱 又棋上钩 说到又棋上钩嘛 您就等着瞧吧 捕猎 那不正是我最擅长的事情吗 好 不是 公子 您看看 这不是大哥院里的您丫头吗 谢谢 没事 小二 请问 可曾有人来此典当过魂珠 魂珠 嗯 打听魂珠的人多了去了 就你 还想买魂珠啊 去去去 不要打扰我们做生意 怎么 瞧不起人啊 懒得跟你说 姑娘 这小子有眼不识泰山 您别跟他一般见识 如此说来 老板 您这儿是有魂珠了 本店 虽未有魂珠 不过 姑娘的魂珠 想必 也不是正途所得吧 如若姑娘愿意 把魂珠啊 卖于本店 必人愿意 给姑娘最满意的价格 我不卖 你这 二少爷 你怎么会有蓝魂珠 这事好像不归二少爷管吧 看来你不仅是个小骗子 还是个小女贼 我说这小丫头手里 会有蓝魂珠呢 二少爷 定是他到的 你愣着干什么呀 快去报官哪 等等 二少爷凭什么就此认定 这魂珠是我偷的 难道 你也和这些 狗眼看人低的俗人一样 觉得魂珠 只有大富大贵之人才配享有 当然不是 因为本人 恰好认识这个魂珠的主人 二少爷认识我哥哥 少将军 少将军 对 新院新单到手了 您过目 真的是幼稚啊 这些渺小的心愿呢 就由我来替她完成 少将军此次出手 定能马到成功 那还用说 这女人现在就像我对面的酒坛子 不管你怎么跑 都跑不出我的手掌心 原来如此 你便是子墨兄 常常向我提起的妹妹小薄荷 方才是我太过鲁莽 小薄荷切勿放在心上 没事 只要以后二少爷 不要叫我小女贼 或者小骗子 我便感激不尽了 看来还在生我的气了 逗你的啦 我哪有那么小气 更何况二少爷是我哥哥的朋友 不过话说回来 子墨兄失踪一事 的确十分蹊跷 我也一直在暗中调查此事 只是毫无头绪 我哥哥不是失踪 是被绑架了 这是何人所问 他又为何要绑架子墨兄呢 我也不知道 只是我收到一封信 和这颗蓝魂珠 信上说 我只要集齐四颗魂珠 便能换回哥哥 这人要魂珠有何用 如果说是为了求财 又为何要将蓝魂珠交给你 不明白 那日我从珍宝阁 看到了哥哥落下的手稿 发现这些年哥哥也在寻找魂珠 我不知道 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关联 总之 我只是想尽快集齐四颗魂珠 希望哥哥早日平安回来就好 我帮你 我帮你一起找魂珠 一场大雨打湿了一双鞋 一场大雨打湿了一双鞋 相遇一条街 好怀念这个情节 想起来有点特别 距离拉近了些 虽然你我来自不同空间 缘分的一粒跨越了偏见 你是我的小亲切 你是我的小亲切 我是你的小世界 爱就该这么简介 时间时间再慢一些 阳光月光都不要灭 看不够你的脸 原谅我的心多了些 把幸福给的不够完全 心始终太热烈 时间时间再慢一些 阳光月光都不要灭 看不够你的脸 原谅我的心多了些 把幸福给的不够完全 心始终太热烈 人类的真爱 对于优秀的本王子来说 还不是首当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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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喜欢穿的梦 变态 关键时刻 让洛峰助你一臂之力 让洛峰助你一臂之力 一手 既然气氛 都烘烫到这里了 那就趁现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